然後呢他很有勇氣的當獨立記者 七年前當他離開聯合報的時候 就很有勇氣的當了獨立記者 然後七年前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 就面臨裁員賣報紙還捨不得走 所以你就看到兩條路走得多麼的不一樣 那我對署員特別敬佩 因為路子真的太不同了 我是30年來都跑政治新聞的人 真的政治新聞很熱 而且在所謂的主流媒體裡頭 政治記者一定是當紅炸子雞 一定是最紅的 但是你要曉得跑環保 跑政治的記者多麼的寂寞跟辛苦 他所有的專業都是高門檻的 你要寫政治新聞 罵人小拇指就可以罵 你要跑政治學你不懂就很困難 淑娟為什麼會懂 我後來還覺得好可惜 你台科大畢業為什麼當記者呢 新聞科班就很可憐 我們沒有這個專業 真的缺少了這個專業 你的問題就沒有辦法深入下去 看到他這個人我就覺得 哇這太有勇氣了 我常常形容 我們現在我叫做 我們這種在機關裡的記者叫做 大車隊 台灣大車隊 靠行的計程車靠行的 他叫做Uber單幹部 不要覺得這是很簡單 完全不簡單 你要曉得你靠行的人 有機關有人告我 有人罵我 我們可以打群架 可以打群架 像獨立記者你怎麼辦 再來一個 尤其是跑政策的跑環保的 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台灣是 習慣了經濟發展 台灣受不了沒有錢的日子 為了經濟發展 我們什麼都可以犧牲 而且犧牲了二三十年 還在犧牲下去 一般尋常包括我 都可能認為 哎呀就發展下去吧 你房子就拆了吧 你路就蓋了 這是一般人 太容易有的 我們不想費力去 去爭執些什麼 傷害掉的土地 喝不到的水 可能是別人的 不是我們家的 所以我們太容易 忽略這個事情 很奇特 這個淑娟就很厲害 就悶著頭 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搞 七年了 去年 我會拿財經來比他 我真的感慨很深啊 財經在去年 因為他自己小孩 可能有先天上的缺陷 所以他調查 中國大陸空污多嚴重 PM2.5 這個關鍵字 突然之間火紅 他製作了一個影片 一上後 幾個小時 三五個小時 三五億 點擊率 我就看到那個 螢光幕前的財經 我就想到 朱淑娟你的頭髮跟他真相 我就想到PM2.5 淑娟已經搞了多少年了 Who cares 你為什麼要等到一個大陸記者來 你才發覺這個問題很重要呢 沒有我們台灣已經在做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都視而不見 聽而不穩 這一點我覺得很難過的 所以我認為 因為在機構裡頭啊 你有靠背 有人幫你撐腰 是很幸福的事情 沒有錯 但是我們太容易陷入 傳統價值的框架 而看不到 你應該看到的事情 然後很好 這個網路時代來了 我猜啦 當 傳統媒體的處境 越來越艱難 當傳統媒體要崩毀的時候 那表示什麼 未來可能所有記者 都會是獨立記者了 我們已經沒有機構了 然後大家講 沒有機構也很慘了 你看華航 一罷工的 有機構你就有罷工權 有工會你才可以表決之後 我們要罷工嘛 他說那我們很辛苦 你們罷工我們還撤腰 在半夜發稿 累死了 那記者也要罷工 我說好 全社會都會說記者 你們罷工二十小時 讓我們台灣社會 二十小時安靜一點 很可怕 然後再來一個 如果大家都成為獨立記者 要怎麼辦呢 我想天哪 萬一好多獨立記者 沒有辦法像蜀院這樣 有專業的政策調查能力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就變成獨立政治口水記者 那你就發覺 滿電視的名嘴 那災難就很大 那台灣就毀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 然後想說那記者要罷工 獨立自己要罷工 我覺得大家要忍耐一下 到時候臉書可能就是獨立記者 罷工現場洗版文 你就看不完了 這可能就是未來我們面臨 要走到的一個時代 所以獨立記者 不是你不在媒體 就叫做獨立記者 獨立記者的定義是什麼 你必須要對公共事務 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你必須要有設定議題的能力 你必須要去調查問題的 你必須要做到這個事情才可以 所以我不把一般的 所謂的政治記者出來 不在媒體當成獨立記者 那個不能算啊 一定要跟公共事務相關 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得到 淑娟有多麼的難得 我看到太多 從機關出來的獨立記者 要嘛就變成恐嚇取材 要嘛就變成詐騙集團 這樣的人也非常多 你要你要曉得 一個人在寂寞的路上走 走的還是正派而如此 信心陽光健康的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請大家給淑娟鼓勵 讓他請他繼續走下去 掌聲不夠大 好 謝謝 我們現場佩執盟中特朗空台宵 田邱瑾 我還是喜歡叫他委員 但是他現在是僑委會的副主委 我們請他上來跟十點鼓勵